这座城名叫热兰遮城 是荷兰人统治台湾和对外贸易的总蜀鸟 热兰遮城大概残存的最大的一块 就是这道墙 那当时他们荷兰人在这边 主要跟西边的福建大明帝国做贸易 那时来自中国的生思和瓷器 是在欧洲市场上 能够赚到巨额利润的超级商品 荷兰人在台湾这38年中 有1450万件以上的瓷器 就从现在我们这个位置 台湾分公司的这个倉库里面 运销到全世界去 不过贸易的主动权 并不掌握在荷兰人的手里 做生意你要取得商品 或是卖出商品 都要有当地的人来帮你做中介 那政治家族其实是他们 所有的中介里面最大的这个中介商 荷兰人的生意 时时要看他们往日的小翻译 郑之龙的脸色了 那如果说政治家族不甩他们 他们在这里的意义就没了 这是欧洲人眼中的郑之龙形象 以及他们所绘制的 郑氏海商集团势力范围图 东南沿海尽如其中 郑之龙的海商集团雄聚安平 称霸台海 隔海相对 郑和双方都要掌控台湾海峡的 贸易主导圈 荷兰人的目标就是 以台湾危机地 直接到购买台这些贸易 政治都不允许 你要留货物 我来说的 那这样可以操作价格 第二个 日本与安平的贸易 绝对不允许荷兰人差数 那么也就是说荷兰人 它只能在台湾 其他对日贸易 对这个大陆的贸易 都在政治中手中 所以荷兰人很恼火 一代的荷兰人的总督 对这个是非常恼火 巴达维亚的荷兰总督决定 以海上掠节的方式 逼迫明朝 答应去自由贸易的要求 荷兰海军 派出几十艘最新式的炮舰 联合中国海盗刘湘 组成一支庞大的舰队 开始了对福建沿海的攻击行为 民军被迫应战 崇祯六年 景门廖罗湾海战爆发 明朝水势出动了数万之众 以郑之龙为前锋 面对荷兰巨舰的强大炮泊 曾经的海贼王郑之龙 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大方 继续船 攻大船 铁进 放阔 二十八年后 郑成功在台湾与荷兰人的海战 用的也就是他父亲的这套土战术 当然 这种玩法的先决条件 是要有一批甘愿舍命的赶死队 而江湖大佬郑之龙 遭用他的江湖意气和最高赏格 把实际调整到 往后生死的亢奋状态 这一场战斗郑之龙是获得的大胜 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 击败欧洲的强大的舰队 所以郑之龙从此在整个西洋人当中 一战成名了 从此他成为真正的台湾海峡的霸主 海峡按郑之龙的规则建立了秩序 荷兰人也只能遵守这个秩序了 其实这并非坏事 福建海商可以稳定地将荷兰人 需要的货品送往台湾 再由荷兰的船队输往欧洲 台湾也就从这时期开始 逐渐成为东西方转口贸易的枢纽 从这张热栏遮沉全景图 可以见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商船 停泊在大远港的景象 海上平静了 通往台湾的船只和移民也日渐多了起来 荷兰人的热兰遮程日志留下了诸多这方面记录 荷兰人乐于见到汉人牢里的到来 台湾当时的嘉南平原 适合种植稻米和糖 所以他要将台湾发展农业 作为他在东方的粮食基地 那为了这个缘故 他大概1635年前后 开始鼓励汉人来台湾耕耕了 那脱耕的速度也很快 就是发展糖业和稻饼 这幅赤坎地区农地与道路图显示 赤坎也就是今天的台南市 开坑出了大片农田 这表明 善于耕作的汉人 已经大批地进入了台南地区 1642年 荷兰人北上攻险基隆 结束了西班牙在北台湾16年的统治 西班牙人传教化名的天主堂 被改建为荷兰的安东尼堡 台湾人称之为淡水红毛城 荷兰的势力延伸到北部 进入其统治台湾的全盛时期 但圣迹而衰 他叫郭怀一 郭怀一是汉主军的首领 有材料说他是原来郑志龙的部下 那个后来郑志龙头衔明朝的 他留下来等等 郭怀一留在台湾 居住在池坎一带 从事开墾 他是组织大陆移民到台湾肯托的重要人物 前往台湾开墾的大陆百姓日益增多 荷兰人因此征收的人头税也随之增多 增多到横征暴敛的程度 你想想看12年间税收可以增加15.15倍 那汉人增加不到一倍 那税制非常非常的重 然后他增税的方法非常粗暴 他的士兵非常歧视汉人 所以最后这个汉人是忍无可忍 1652年9月7日 忍无可忍的汉人 由郭怀一领导发动起义 他们攻占了池坎 并准备业起热栏折撑 把荷兰人赶出台湾 汉人死亡人说是三四千人 那当时在台湾的汉人 荷兰人的估算是 一万五千人到两万人 也就是五个汉人就一个人被杀害 那这个是血流成果的 非常非常的残酷 我怀疑起立是荷兰统治 台湾38年的一个分属 起立被镇压了 但是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 也进入了末期 要农于这 那从此以后 荷兰人也不断传言 郑城国庙来攻打台湾 弄得他非常心神不灵 1661年9年以后 那这个噩梦对荷兰人实现